主席,各位同情,在社會政府官員,請楊副部長。 楊副部長,請。 楊副部長,我講台語,你聽得懂嗎? 聽得懂,謝謝委員。 剛才這個主席有裁定,說要用我提案,併案處理。 我簡單說明,就是說一個人不能有兩個薪水,同時。 所以你領退休金,不能再到這個國家機關還是基金會去任主,還領一份薪水。 所以你如果說在政府機關,有領一份薪水,退休金要停下來。 如果你政府的這個,這個不吃頭肉,你才能夠恢復去領退休金。 這個你的看法怎麼樣? 報告委員,您的看法我們本部呢,現在都按照這種方式來執行。 那麼詳細的細節,請問本部的趙市長。 好,不用這樣說就夠了。 還有一個今天,今天有在說領域的問題。 我來講一個經濟領域。 這個經濟領域,是現在聯合國在處理。 在今年5月12號,大家要報到聯合國。 我們政府有沒有把我們的經濟領域報到聯合國? 各位員報告,這個事情我不太清楚,但我曉得我們有對這方面做調查, 而且配合聯合國的報告的時間呢,做適當的處理。 那我們怎麼處理?怎麼交給聯合國? 那如果是聯合國會完國,怎麼交給聯合國? 這方面本人不太清楚,但是我想施責的單位呢,他們也有在這方面做一些必要的一個程序上的處理。 既你所說,是不是我們請中共,中國,把我們這些資料送給聯合國? 跟委員報告,我不瞭解,所以我也不能答覆。 但是我們有送到聯合國? 這個問題我也要查清楚才知道,本人還不曉得。 你看中國的經濟領域,是從廣東算起200米,還是從台東算起200米? 中共,中國的經濟領域,既你所知。 跟委員報告,我不來了解北京的定義是如何, 而且我也不能替北京回答這個問題。 好啦,謝謝啦。 謝謝委員。 謝謝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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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。